台幣连续三天刷新13年最高记录 那么今天排中了来到29块205对1块钱美元 下坏了一票外销商 加上有会营证实 这一波的炒汇主力呢 就是来自索罗斯 加上两大外商银行联合来炒汇 今天立委直接点名就是花旗跟汇丰 不过呢两大外商银行都否认